好久没看电影了 今天来一部哈萨克斯坦的电影 托米丽丝女王 根据真实历史改变 话说公元前六世纪 一望无际的中亚草原上 马萨吉塔族的营地里 传来阵阵女儿的惨叫 无师正在对着火焰祈祷 这是草原上的独特仪式 为酋长的血脉祈祷 祈祷草原的英雄降生 激烈的惨叫声终于停了下来 筋疲力竭的女儿 女儿望着归来的丈夫 眼里满是爱意和不舍 很可惜 她给她生了个女孩 她知道她更想要个男孩 无关情感 只是她们生在草原 沉稳的丈夫 看着气息微弱的妻子 神思里还是出现了一些慌张 尽管她早已见过无数生死 可是中年丧妻 还是让她忍不住悲痛 先生而不断地安民 她的出生终结了母亲的生命 生死交替 生命的传承在此刻 显得有些悲凉 母亲留下的她的名字 托米利斯 她一出生 就见证了生命的灭亡 她还没见过草原的野蛮 就已感受到的岁月的无情 酋长再婚了 但托米利斯 却一直被她放在最柔软的心间 尽管失去了母亲 却得到了父亲双倍的爱 托米利斯并不孤独 在酋长的悉心照料下 女儿也健康地成长起来 酋长亲自教导女儿 骑马射箭 进攻防御 即使托米利斯假装受伤 借机攻击父亲 父亲也不休不恼 父亲告诉女儿 草原的战士除了勇敢无畏 还要有独特的智慧 这样才会成为传奇战士 岁月在草原的风浪里 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 托米利斯也慢慢长大 酋长习惯了草原的法则 也遵守着部落间的规则 狩猎与掠夺 便是他生存的方式 但部落的卡瓦兹和库尔顿 有些不满 他们更希望和哈姆兹组结盟 通过交易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样更轻松也更安全 酋长却在宴会上奚落的他们 却没注意到他们的眼神里的恨意 一头长着翅膀的幼灰狮子 出现在梦里 惊醒的托米利斯不见父亲 赶忙四处寻找 酋长听着女儿的噩梦 联系地抱起女儿 正打算好好安慰一番 一伙族人在卡瓦兹的带领下 前来袭击酋长 酋长急忙拔剑反击 托米利斯也毫不畏惧 对着敌人就是一刀 可是毫无防备的他们 不可能敌得过准备已久的叛军 酋长只能让亲信 带着女儿和其他人逃命 托米利斯痛苦地看着浴血奋战的父亲 被敌人抓住机会 倒在了血泊里 托米利斯跟着众人 来到一片荒凉的森林 为了躲避追杀 他们只能在这里休养生息 近代机会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 并没有机会幼小的托米利斯 他变得越加坚强 如果说之前 他还只是一只雏鹰 那么此时的他 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托米利斯疯狂地磨练着 自己的战斗技巧 同辈的小孩都不是他的对手 云层随着日出而燃烧光彩 托米利斯射出的剑也越来越准 田野上的青草 从嫩绿到枯黄 他开始厌烦这个破旧的森林 他无法忘记父亲的仇恨 他渴望回家 终于 托米利斯爆发了 他准备离开 亲信没有阻拦他 他知道拦不住 孤身一人的托米利斯 又想起了父亲 有些难过 他在思念里沉沉睡去 却见到了童年时的梦魇 那只带着翅膀的狮子 感应到这个不祥的征兆 托米利斯赶忙回到森林 此地已经满是尸海 在托米利斯离开后 森林里的众人 遭到了叛军的袭击 悲痛与仇恨同时爆发 托米利斯沿着叛军的痕迹 一路追赶而去 凭借多年的艰苦训练 托米利斯成功解决掉 全部敌人 可是他自己也深受重伤 在艰难爬上马背后 昏了过去 生活总是那么艰难 虽然已经十分努力 但还是不够 也许唯一能做的 就是期盼下一个今天 不会这么难挨 醒过来的托米利斯 发现自己来到了瓦萨龙族的部落 就像他的人叫萨达娜 是部落酋长的女儿 酋长是父亲的好友 知道托米利斯是故人之后 便让他留得下来 托米利斯终于有了欺身之所 失去双亲 见着族人的离去 自己又经历的生死关卡 托米利斯回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 真正的战士除了勇敢无畏 还必须拥有智慧 父母的牺牲造就了他如今的生命 他的存在应该有更大的意义 托米利斯醒悟了 他开始向着更优秀的战士靠近 瓦萨龙族崇尚战斗 女子在战场上收割三个手机 才有嫁人的资格 收割的生命越多 也会嫁得越好 这里太适合托米利斯了 他在部落里战斗 休养 学习 沉淀 托米利斯 获得了整个部落的好感 甚至和萨达纳滴血为盟 成为了异性姐妹 酋长拥有了新的血脉 他召开的盛会 感谢神灵的恩赐 卡瓦兹和库尔顿 也来到了聚会现场 他们不是来享受酋长的喜悦 而是为了威胁酋长放弃狩猎的生活 如他们一般成为花母子的傀儡 崇尚自由的草原战士 怎么会答应他们的要求 最终 以客人身份到来的他们 以敌人的身份离开 托米利斯用仇恨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两人 他多么想直接冲上去 为父亲报仇 但理智克制了他的本能 如今的他 不再是那个至嫩的孩童 他知道 必须等到合适的时机 才能拿回属于父亲 也属于自己的东西 萨达纳看出了托米利斯的愤慨 为了让他放松下来 萨达纳带着托米利斯 去欣赏阿贡的表演 年轻人喜欢用武力来彰显自我 草原上的勇士更是如此 阿贡是大黑族酋长的儿子 正在沙地上与别人进行摔跤游戏 勇猛不凡的他 成功吸引住了托米利斯的目光 也许是怒火还未消退 也许是不奋阿贡的独自闪耀 托米利斯拿起自己的弓箭 展现了一段漂亮且精准的设计 阿贡有些惊叹 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超群的女子 为了应对来自卡瓦兹的袭击 酋长打算 趁着花母子前来支援之前 主动与卡瓦兹展开对决 托米利斯也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回到自己真正的部落 两只骑兵遥相对望 托米利斯驱使坐骑独自前行 他以为父报仇的名义 向卡瓦兹和库尔顿发出的挑战 听闻是酋长的血脉 族人们变得骚乱起来 为了平息这股骚动 卡瓦兹两人策马向前 想要解决掉 这个口出狂言的黄毛丫头 可是他与享乐的卡瓦兹两人 早已生疏的狩猎了白能 只是短短一个瞬间 托米利斯就消灭了两个敌人 强者向来受人尊敬 何况是酋长的女儿 剩下的族人向托米利斯表示忠诚 将他引回的部落 时隔多年 托米利斯终于回到部落 再一次触碰到父亲曾经的酋长宝座 可惜 现实容不得他多喘息片刻 花木子的军队很快杀到 托米利斯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用小谷部队攻击 吸引敌军的注意 再假装不敌向后逃跑 然后在敌军因为追击而队形分散之时 埋伏好的骑兵从两侧攻击 必能将他们一举击溃 草原上的作战向来是直来直往 托米利斯突如其来的想法 显得奇鬼不已 战场上 托米利斯身先士组 在敌军中杀尽杀出 作战计划十分成功 唯一的意外就是 对托米利斯爱慕不已的阿贡忍不住在战场上表达的爱意 曾经的托米利斯身负血海深仇 根本不敢谈其情爱 如今大初得报 心愿已结 同样的爱人还在战场上向自己表达爱意 托米利斯不想拒绝 也不愿拒绝 战事结束后 两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托米利斯也和萨达娜等人的部落 缔结了牢固的联盟 在作战中表现勇猛 智慧过人的托米利斯成为了这片草原的无冕之王 然而 也仅仅是这片草原 在草原之外 波斯王国居主是名声传遍的每一个地方 除了这片草原 他只能算是征服半个世界 居主是派来使者 想要与马萨吉塔族进行和谈 结成联盟 托米利斯感到有些不安 强大的波斯帝国不应该需要他们的友谊 阿贡却十分坚持和谈 他向王富有的巴比伦 更想为族人谋取更美好的未来 阿贡打算面见居主是 在与托米利斯分别前 阿贡留下的自己的祝福 愿你的白昼明亮 夜晚宁静 托米利斯蒙见了那头诡异的狮子 这是不祥的征兆 阿贡死了 死在的居主是大地的宫殿里 看到亲人的尸体之时 托米利斯的悲伤无法掩饰地流淌出来 但他是部落首领 他不能流露自己软弱的一面 他只能在四下无人的角落 痛哭哀嚎 居主是厌烦了无聊的谈判 决定亲自带兵出征拿下草原 居主是深知游牧民族 来去如风的战斗风格 他带着装备精良的大军 想要以碾杀之势 来对付不善攻坚战的部落 睡梦中的狮子再次出现 这次 托米利斯不再畏惧 他拿起匕首 终结了这个持续多年的梦魇 见过无数鲜血的托米利斯 并不畏惧死亡 但草原的孩子只会光荣地战死 不会屈辱地成为奴隶 为了独属于草原的自由 托米利斯联合了所有的部落 决心与居鲁士抗争到底 托米利斯知道 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 草原承担不了一波波的消耗 也没有进行正面战斗的机会 他决定集合草原最精锐的一百战士 利用养弓打乱敌军阵型 再让一百战士冲出敌军防线 正面击杀居鲁士 战场之上黄沙漫天 托米利斯一马当先冲向敌军 辽阔的草原在这一刻被弓箭淹没 托米利斯的计划很成功 敌军的进攻节奏被打乱了 可是波斯帝国的不朽军团 十分勇猛 即使出于烈士 还是拦住的勇猛的百人战士 托米利斯最心爱的姐妹萨达娜 倒在到这里 草原的孩子不畏惧流血 他们英勇的身姿 会被后人铭记 即使是这样的情况 托米利斯悲伤的眼神里 也没有丝毫动容 这就是草原的规则 永远高于生命 终于 居鲁士被击杀了 在托米利斯的努力下 草原打败的征服者 打败的一个王国 托米利斯将和族人们一起 继续在草原上自由奔驰 面缘是无私的 他会给予每个人相同的馈赠 命运也是不公的 他会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财富 丘吉尔说 对于弱者 苦难是万丈深渊 对于强者 苦难只是块垫脚的石头 我并非要歌颂苦难 只是苦难 是人人皆有的一段过往 不如意识 长八九 可与人言 五二三 抱怨与哀伤 都不能去除苦难 只是在发现内心的不满情绪 回过头来 还是独自面对 独自消解 苦难是人们当下的屈辱 述说 只会像在与人乞讨 享受片刻的自我麻醉 只有战胜并远离 在苦难的阻拦下奋勇向前 曾经的屈辱 才会成为最宝贵的财富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